7月26日,由东山寻美,仨人传媒出品,优酷,万和天仪,天仪影视,龙德文创,东风典将,与风池映画联合出品,斗肖,苗苗,黄冠英,黄思思等,优秀青年演员于金世杰,潘红等,实力派戏鼓领衔出演,曹顿总监制,城墙,曹顿共同指导的治愈系温暖大剧,爱上你治愈我,曝光守治愈告片。 该剧讲述了精神科医生严书人与心理治疗师孙树,面对创伤,以此治愈的都市情感故事,作为一部关注心理健康的现实主义题材剧集,爱上你治愈我敏锐地把镜头对准了当代人的心理状况,作为国内首部关注国民心理健康的都市电视剧,爱上你治愈我团队为了失忆行业或职业,为故事背景的剧情更加专业, 剧本由北大心理学院教授,及研究生,北市大心理学院研究生,北大医学院,精神卫生博士,和沐家医院精神科医生,北京回龙馆,医院精神科医生,全程共同策划,修改,编剧团队,经过数位心理学,教授与多位专业医生的指导,精心挑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心理学案例,从不同角度, 关照不同人的内心需求,引发情感共鸣,夯实的剧本基础,也吸引到了优秀主创加盟,英储乔传,热播人气飙升的豆硝,和主演现象及影片,芳华而被大众熟知的苗苗,两位优秀的青年演员,写手, 共同为观众带来一段暖心的都市情感治愈大剧,据悉,电视剧《爱上你治愈我是苗苗》在电影《芳华后接演》的首部电视剧作品,曾在社交平台自述,因芳华入戏太深难以走出的苗苗,直言出演电视剧《爱上你治愈我的过程》,也是一段走出芳华治愈自我的过程,了解心理学专业知识,接触心理治疗方法,苗苗也逐渐打开心结,和主人公孙树 共同成长